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是腰痛成疆 但事实上在过去的研究也告诉我们 它不只是这种关节肌腱的一些疼痛 更重要它还有40%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系统 就包括红彩炎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 还有包括皮肤病 所以在这治疗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是一个多学科的 多专家的一个共同研究 共同努力的一个疾病 它的治疗目标是怎样 我们就是透过这种抗花炎的药物 让病人能够站起来走出去 而且更重要一些病化症能够也消失掉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好 那么既然有了目标 那么究竟这个僵直性脊椎炎 它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呢 传统的所谓的消炎止痛剂 我们简称叫NSAID 那这个药物能够透过它的这种抗花炎 能够减少它的花炎 它能够使得这种会产生这种骨醉 所谓骨醉就是这样几岁到后来 会变得跟滴沟一样的 我们叫竹肝病 它这种骨醉也可以减少它的花生 但事实上呢 在过去的研究 这个不足以造成它的最后的缓解 所以这几年的研究告诉我们 像一种药叫沙化沙拉盐 那这个药物的使用在周边有效 但是对于中枢型的效果不是那么佳 那这几年最大的研究 还是透过我们生物质剂 那生物质剂有好几种 一个就是抗肿瘤化石因子 那从短效 中效 长效 新的研究也发现有IR-17 它也出来了 还有IR-12 IR-23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有很多的武器 能够来帮忙病人 所以这样子等于说生物质剂 算是这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主任这个是有健保给付的吗 我想台湾是一个全世界最贴心的一个卫生主管政府 它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只要生物质剂服的条件就会给付 但是它的过程中是比较漫长 通常要四到六个月 而且它的先节条件除了腰痛症状 还要看它的所谓花言指数 包括ESR CRP 还有一些指标才能够得到 所以你问得非常好 一个小伙子22岁被我诊断 但是他认为长时间吃药或者打针会引起一些器官的破坏 一些不正常的一个观念 结果他十年以后来找我是爬得进来的 痛得不得了 所以我常常讲 这种治疗一定要所谓的 我们叫做医病共享 我要告诉他你会发生什么 并且也要接受我的一些意见 然后才能够走下去 终究来讲他也是需要一些生物质剂 所以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定 我就给他打了一只生物质剂 一个礼拜回来 效果非常好 但是问了一个很重要话 我这个药是不是一辈子要用 我说基本上要长时间用 那智慧短时间的 因为长时间也受不了 一年要将近30万 所以一般讲起来 这些病人马上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健保要申请 我会替他做 但是要4到6个月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在一个短时间 一定有一个社会 一个很好的管道 来帮忙这些孩子 让我们透过我们病友团体 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构 能够来帮忙这些孩子 是我一直最求的目标 透过主任的说明 让我们可以了解到 僵殖性脊椎炎的病友们 这个治疗的目标 其实就是能够缓解疼痛 尽快地回到正常的生活 以及工作岗位上 那么其实呢 治疗僵殖性脊椎炎的方式 有很多种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所谓做到了 医病共享决策 好好的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主任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那么我们的健康者聊室 下周同一时间 加慧罗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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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